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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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那我今天呢 久違的開箱 那我今天要開箱的這支就是 DT的佛朗基戰車 戰車佛朗基 這支非常的大支 所以今天到這個場地開 因為房間太小 比較不好看 那這支呢 會開箱這支的原因就是因為我上次去奧斯卡的時候 然後看到它那個櫃子裡面 哇那一支真的看起來真的是超帥的 所以呢就是 心動不如馬上行動 自己買了一支來開開看 然後看看細節怎麼樣 那之前ROTOR是沒有買過DT他們家的工作室的 但是覺得說他們家的好像細節算你 應該算是還不錯的 所以今天就來開箱看看到底細節怎麼樣 那我們就開箱囉 GO 這支DT的彩合也做得超級帥的啦 看這個戰車 做得非常的不錯 最重要是適合的 然後再做一次 我先去看這個戰車 然後再刷拳 然後再刷拳 再刷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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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個 2個 再刷拳 1個 1個 2個 2個 好的那首先就來看看 那我們這次呢 它的名牌的話是 它是做鐵牌喔 有把Furon機那個 很變態 而且瘋狂帥氣的一面 給刻畫出來 還不錯 蠻有質感 那這次DT工作室的 這是第一次買的 我覺得它名牌質感做的還不錯 世界體數400體 那我是353 好那再來的話是它的第二個頭雕 第二個頭雕的話 它是有做這個頭雕做的喔 非常不錯 替換頭 一個是有頭髮的 那一個是沒有頭髮的 有做頭雕做的就是非常的不錯 好那接下來的話我們從地台開始看 那它下面的話它這個地台的岩石 其實就比較有漆式的上髮 就是糊在一起的感覺 就是細節程度就是普通 算做的蠻普通的 那下面的鋼筋 鋼筋的部分的話做的還好 水管 水管我覺得刻畫的還算不錯 但是下面的岩石的感覺的話 比較粗糙一點啦 就是細看的話就會覺得還好 整片式的感覺 細節程度算普通 這一個非常 小的特效 這個是 可樂罐還是什麼 忘記喝完可樂之後的感覺 小點綴 然後在組裝的時候記得注意一下 像這個的話 這個煙霧特效的話 它是先放一邊 然後再把它的戰車放上去 會比較好組 因為它戰車很重 組裝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整體畫面感非常的不錯 那我覺得它這裡面做的最好的 應該就是它的戰車 4號戰車 金屬質感塗裝都是非常的不錯 非常的鮮豔 那手上的這個槍的話 稍微塗的比較玩具了一點點 就是金屬的感覺比較沒有出來 不過我在想它應該也是為了要配 配重的關係 所以它 才不是用金屬做的 要不然的話 這個比例 這個重量的話 這樣子應該會往右後方倒 所以它才這樣做 那弗朗朗機本身的話 你就感覺到它真的是 雙手非常的大 武器非常的大 然後它的腳真的是超小一隻的 比例看起來真的超怪超不協調 那臉神的 風朗機這個 這個頭雕的神韻 我覺得做得相當的到位 非常不錯 然後還有上面還有護目鏡 做得非常的棒 臉部跟細節 身體我覺得都做得算很好 然後這個 這個煙霧特效 這個飛彈 其實它 應該來講它應該是放 就是 飛彈是往下飛的 應該是另外一邊往下飛的 但是我們這一隻的話 開箱的時候 功差有點大 就是它上面這根樁 塞不進去這個 這個火炮裡面 所以我就只能暫時先這樣子 先放這樣子 這個火箭 火炮 然後 飛彈 塗得一般般啦 煙霧的話就是 算塗得還好 有個意象出來 那這一把大隻的槍呢 也是 近距離看的話 玩具感一點點 但是遠距離的話 它就是整個畫面感 非常的不錯 後面還有它那個 鏈條的感覺 整體來說我覺得這一隻 算是 畫面感做得非常的不錯 你就一個距離看之後 你就會覺得哇 這台戰車真的是超級帥的 所以當初我在奧斯卡那邊看的時候 就是被燒到 所以才想要自己買一隻回來 好好的欣賞欣賞 欣賞這樣子 佛浪基戰車 我覺得是可以買的啦 做得還不錯 那接下來看一下它的後面 它後面的話就是 上面是先是槍嘛 槍跟它的袋子 做得還行 然後再來就是它後面這個噴 噴煙的感覺 這橘色的話它就是 有做出它的 樣子 但是 它也不是做透明件的 稍微有點可惜 而且它 我記得是不會發光的 所以它只是做個意象出來 就讓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這個飛彈 然後這一面的話 飛彈看起來就會比較明顯一點 這煙霧特效就是一樣 就是有畫面感而已 我只能說這個地台設計非常有創意喔 然後騎戰車在上面的感覺 做得非常的不錯啦 畫面構思很棒 比較擔心的可能就是它的重心 不知道擺酒的時候它會不會有重心的問題 那如果重心沒有問題的話 我覺得這一隻就是 非常不錯的一隻 可以考慮搜搜看喔 OK 開箱完畢 哇 看到這隻佛王姬戰車真的是 滿滿的感動 真的是非常的帥 那這一隻呢其實是我買給別人做禮物的啦 今天開箱的時候呢 那它也有參與 那那個收到禮物的本人呢 哇 也是覺得 超級帥氣 很興奮很激動的在那邊拍了很多照片跟影片 這一隻DT的佛朗機 戰車佛朗機呢 它當初預購的售價大概是在 一萬二吧 一萬兩千塊左右 不含國際運費 那我這一隻呢 因為是買現貨的 所以我有點忘記它 就是 當初的預購價錢 那我自己是買一萬二 那一萬二來說的話 尤其是我這一次 我是第一次開DT的作品 我覺得的話 它是細節層出算是非常不錯 而且就是這個造型 我真的覺得佛朗機 然後可以做戰車 然後它又做出這個造型 真是太帥了 那DT的話 這一隻佛朗機應該算是第二彈 因為它之前有出過一個第一彈 第一彈是做佛朗機 那一隻我就覺得還好 那第二彈這一隻 戰車佛朗機 我覺得這個造型就非常不錯 我是推薦大家買這一隻啦 第一隻的話就是看大家 看完之後呢 如果有什麼 想法 或是覺得 欸 哪邊細節也覺得不錯的話 歡迎在下方留言分享喔 好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 訂閱加分享 不要忘記開啟小鈴鐺 才可以接收到我們最新的影片喔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啦 各位 掰掰 掰掰 我要學他這樣 呵呵呵呵呵 這樣 這樣畫面會跑出去嗎 所以我是這樣 我也在開車 帥 開車 不錯 可以買 很帥 喔 啊 有 有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